你看啊构造函数的一个特点啊 你看构造函数的话 我们说是特殊的一个成员函数 对吧 该函数其实刚才让大家去说 我们说函数的名字必须和谁是相同的呀 对和类名是相同的 我们说该函数我们说是不能干什么呀 指定要返回的返回值的一个类型 我们说连谁都没有啊 对连握意的都没有啊 一定要去注意 然后第二个的话 我们说是构造函数 我们说是干什么呀 是不是可以重载啊 对吧 这个重载的话 是不是就是指的是 我们说是可以定义多个参数的个数不同 或者参数类型的不同的一个构造函数 你看在这的话 我们说年相当于 你看这个你看 在哪来着 这个对吧 这个的话 你看我在这是不是这是一个无参的 对吧 这是不是一个有参的 对吧 其实这相当于变相 就相当于是一个重载的过程 我这个第一个 我认为这个有构造函数里边 是不是没参数啊 对吧 然后第二个构造函数里边的话 我只有几个呀 我是不是一次给他传递了三个参数 你会发现我是不是函数名字干什么呀 是不是相同的呀 对吧 这是我们所说的啊 要去注意这个问题啊 构造函数是可以重载啊 可以重载啊 然后第三个的话 我们说是构造函数 你看在定义对象时 你看是干什么呀 是不是被我们的直接去调用啊 也就是说你看在这刚才我们说是不是去声明 你看我在去声明这个对象的时候 你看是不是data data1 我这个对象是不是声明出来了 声明完成之后的话 你看我是不是直接干什么呀 是不是进行一个复制的操作 你看你看走这步的话啊 你看走这步的话 我们说啊 你声明完复制完的话 它是不是自动情况下 它默认情况下调用的是谁呀 是不是调用的是不是就是 它呀 对吧 我们说把你把我们传递过来啊 看清楚了啊 把我们传递过来的这个201210月10号 我们说其实相当于给谁了呀 是不是就是给它了呀 对吧 我们的这个数是2012 然后的话我们说是10月 然后是10号啊 也就是说在创建对象同时 也就把我们的这个构造函数 直接去调用了啊 我们说你看 我们说间接调用的话 是不是对象名 是不是点我们的函数名啊 在这的话 我有没有用点来进行调用啊 是不是没有啊 是不是直接就是进行 复制的一个调用操作啊 复制的一个调用操作啊 一定要去注意这个问题啊 一定要去注意这个问题啊 构造函数在定义对象的时候 被直接啊 被直接调用 程序中我们说是不能直接去 调用我们的构造函数啊 也就是说你在分配完对象的时候 我们说调用完 然后你说我在下面的话 还想去调用构造函数啊 这肯定是不成的啊 这肯定是不成的啊 一定要去注意这个问题啊 注意这个问题 然后的话你看啊 在这的话 其实刚才也和大家去说挺多的 比这说的更详细 你看默然情况下 我们说是系统会分配一个无餐的构造函数啊 自定义的 你看有餐构造函数 我们说是会把我们的无餐构造函数给覆盖掉啊 给覆盖掉 所以说对大家一个要求啊 你一旦去定义了一个有餐的构造函数 我们说默然情况下 你要把无餐的构造函数给写出来啊 给写出来啊 这是我们所说构造函数的一个特点啊 其实这这一点的话大家就把第二句话给记上就可以 你看前面的话是不是都已经 其实已经就记过了啊 也就是说构造函数我们说是可以重在啊 可以重在啊 然后的话我们说是呃 这句话也可以记上吧 我们说在构造函数在定义对象的时候啊 我们说是被直接进行调用的啊 被直接进行调用的 就把这两句话给记下来就可以了啊 然后的话啊 然后的话呃 先不着急的去讲继承 我带着大家去重新去写一个例子啊 咱把调用咱把构造函数啊 给运在里面啊 运在里边啊 这时候好去新建一个项目啊 新建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的话就叫一个 past我们是class我们说零几了 是不是零四了啊 对吧我这个时候啊 我去新建一个啊 新建我把这几个都关了啊 我去新建一个动物类animal 这个animal的话是不是一直都没建啊 对吧我带着大家来建一下 顺便咱把今天学的知识点啊 再给运用到里边啊 首先的话啊建创建啊 创建一个我们的动物类啊 创建一个动物类 然后动物类的话我们说啊 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说是class 然后的话我们说是animal对吧 animal对吧 animal然后的话我说的啊 这里边的话我就给他两个数 两个数据啊 一个是我们的name啊 然后的话我们说是再给他一个什么来的 再给他一个年龄行吧 动物是不是也有年龄的啊 对吧我们说啊给他一个name和一个年龄啊 然后的话我们说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说是provid对吧 P-R-I-V-A-T-E啊 别走神了啊 一定要去provid的 然后的话我们说是冒号写上我们的内蒙 我给他一个string可不可以这个这个的消息啊 是不是string 然后的话我们说是name对吧 然后的话我们说再给他一个int 然后的话我们说是age啊 age 然后的话这是这两个参数啊 然后的话我们说是再给他是 给他一个成员函数吧 这个成员函数的话啊 就说就给他一个叫叫的啊 叫的这个函数 这个叫的函数的话 以后往他去做一个输出 输出他的名字和年龄啊 我就写这一个函数啊 就写这一个函数 刚刚的话我们说是写上我们的是不是啊 public对吧 public然后这个是我们说是冒号啊 冒号之后的话 大家看 我在这儿是不是没有声明设置他姓名和年龄的方法啊 对吧 是不是没有set这个方法啊 没有这个set方法的话 我这个时候要求啊 我能不能我们说是用我们的用构造啊 构造函数来进行传值 传值是哪一个 是第二个 然后的话是 对吧 我可不可以用构造函数来进行传值啊 是不是可以的啊 对吧 刚的话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来跟子们去写了啊 我先写一个无参的 可不可以啊 可以的 我们说是干什么呀 是不是 是不是animal a-n-i-m-a-l 对吧 哎 我a呢 是不是a-n-i-m-a-l 对吧 animal 然后的话我们说是括号 括起来 是不是分号 这是不是就是一个我们所说 是不是是无参的 对吧 无参的构造函数啊 无参的构造函数 然后的话我们说 第二个我去生命一个有参的构造函数 我们说用来传值 可不可以啊 是不是可以 我们说是 a-n-i-m-a-l 对吧 animal 然后这个说的话 我们说是给它 第一个我们说是string 对吧 我给它一个n 来代表名字 还有一个我们说是 印度我们的a 来代表它的一个年龄啊 通过啊 这部的话我们说是通过有参的啊 有参的构造函数来进行我们的传值 传出 安全传值 对吧 来进行我们的传值啊 写完之后的话 我们说提上我还是不是多了一个成员函数什么啊 是不是c啊 对吧 woy的我们说啊 让它去我们的说出它自己的名字啊 我先把这个c这个方法给写在这啊 这个c方法写这不管它 写完之后的话我们看啊 这是不是第一步的一个定义啊 对吧 定义完成之后的话 我们说是不是对要要干什么啊 是不是成员实现对吧 实现 实现成员函数 对吧 实现成员函数 我们说第一个成员函数的话 我们说是不是无参的构造函数 无参构函数我们说是不是不管它直接写在这啊 对吧 我们说是不是animal对吧 a-i-ma-l对吧 然后是双冒号对吧 然后的话是不是直接去写上我们的animal对吧 a-n-i-ma-l 然后括号括起来 这个是不是无参的 是不是大括号 我管它不管啊 是不是不管了 对吧 这是实现的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我们说是不是要用一个有参的构造函数 我们说是a-n-i-ma-l animal 然后双冒号冒起来 我们说是a-n-i-ma-l 这数的话我们来看 是不是要传递参数了 对吧 我们说是 这是不是直接给复制过来就行了 是不是 斯珍一个n 然后的话再给它一个印头 我们的a对吧 大括号给括起来 大括号起来的话 我们说传递过来的这两个数要复制给谁 是不是复制给我们的name和我们的age 对吧 所以说在这的话 是不是要写上我们的name的话 是接收的是谁 是不是接收的是n 对吧 然后的话 age接收的是谁啊 是不是接收的是我们的a 对吧 也就是说把这两个啊给传递过来 传递过来之后的话 我们说是不是还要第三个函数啊 我们说是不是 是不是void啊 然后的话我们说写谁啊 是不是我们的animal对吧 animal然后双冒号 我们说是不是写上谁啊 是我们的c这个函数 对吧 c函数的话 我们说让它说什么呢 我们说是让它说出一句话 是不是cout去输出我们说是内摩对吧 我给它标准点我们说是内摩然后等于然后的话我们说是不是内摩呀对吧 然后的话我们说还有一个谁啊 是不是我们的age然后等于我们的什么age啊对吧 然后的话我们说是endl来进行我们的换行啊 来进行我们的汉行 你看这个是我们说实现成员函数有没有完成啊 是不是完成 完成之后的话 我们说最后一步要干什么呀 是不是建立对象了 对吧 这样说的话我们来看啊 直接我们用我们的构造函数来进行传参啊 构造函数来进行传参的话 我们说怎么来写啊 是不是animal对吧 AI MAR animal然后的话我们说是不是空格 然后写上我们对象的名字 我给它一个A01可不可以啊 可A01之后的话 我这时候要干什么 是不是要直接干什么啊 是不是传参了 A01的话我们说 第一个我给它传一个这个叫什么老虎可不可以啊 老虎 老虎 然后的话给它一个年龄 比如说八岁成不成啊 是不是成啊对吧 然后的话我们说是分号给分个开 分个开之后的话 我们说参数是不是传递进来了 我们说最后干什么 是不是要调用我们的输出啊 对吧 输出号我们是就是我们的A01 然后点我们的是调用 是不是c啊 对吧 让他去说出啊 说出他自己的名字和他的一个年龄啊 这说的话大家来看啊 我先不知道去引行 你看我调用这个A01对吧 我创建出来这个对象A01 传递个这个老虎和八 他这两个十三 他默认情况下找的是谁呀 是不是找了是不是有餐的构造方法 是不是找的是这一块啊 对吧 相当于我们说是把老虎传递给谁呀 是不是传递给N了 把这个8的话传递给谁了呀 是不是传递给A了 然后传递过来之后的话 你看N又复制给谁呀 是不是复制给内姆 A的话又复制给谁呀 A这最后的话 我们说输出内姆的话 是不是输出的是老虎和八呀 对吧 我们看着S来保存一下走 你看是不是输出的是老虎和我们的A 这是不是等于八呀 对吧 这是我们所说的啊 通过我们的构造函数来进行传递 你说我们说啊 老师你在没讲构造函数之前 我是不是通过自己写的一个方法 是不是也能传猜啊 对吧 那咱再来去重新定一个方法啊 我们说是通过啊 我在这去添加了啊 通过我们的成员函数来进行传值啊 吃乌安传对吧 吃乌安传传值的操作啊 你比如说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说是Void 然后的话我们说是叫什么来着SET 对吧 我们说是SET啊 SET的话 传值的话 我们说第一个传的是不是还是名字呀 对吧 SET的话 我们说给他一个 直接给他一个NA 我给他区别开啊 好 那应讨的话 我们说给他一个 AG啊 AG 然后的话我们说是分号给分隔开啊 对吧 你是不是添加了一个成员函数啊 听安传安传函数的话 我们说要不要去实现这个成员函数啊 是不是要啊 对吧 我们说在后边继续来写了 我们说是Void 然后的话我们说是 Animal 对吧 Animal 然后双冒号写上我们的 是不是SET啊 对吧 想我们的SET SET之后 应该是不是人家提示两个参数 对吧 我们说一个是 SET我们的NA 还有一个是我们的 INT 对吧 还有一个INT是谁啊 是不是我们的 AG 对吧 INT我们的AG 然后的话我们说传递过来的这两个参数 我要复制给谁啊 是不是复制给我们的 是不是Name和我们的A值啊 对吧 我们说是不是Name的话 他接收的是我们的AA 然后的话我们说是不是A值 他接收的是我们的AG啊 对吧 接收的是我们的AG啊 你看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说是不是通过自己写的一个成员函数来进行传值啊 对吧 传完之后的话 你看啊 我这个时候啊 我再去创建第二个对象了啊 我创建第二个对象的话 我既然前面大家来看 我是不是有一个无参的构造函数啊 我是不是也可以去调用 我说了啊 我去声明对象的时候 我不给他复制 是不是也可以啊 对吧 我们说是 Animal 然后的话这个叫一个什么啊 A02可不可以啊 A02的话我不复制 是不是也行啊 因为我前面干什么啊 是不是本来就有一个无参的 构造函数啊 对吧啊 我不给他复制 然后的话 我A02的话 我通过调用这个Site这个方法 我给我们的啊 动物去给他复一个性命和年龄 这个的话给他一个谁啊 狮子啊 那行吧 给他一个狮子 然后的话我们说 动号隔开给他一个十岁 可不可以啊 对吧 然后的话我们说啊 分号再给分隔开 发开之后的话 你看我是不是用A02去调用谁啊 是不是调用我们的C 你看调用C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他输 他输出的结果是谁啊 是不是狮子和石啊 对吧 我们来看啊 来走一个走 肯定是出不来的 啊 哦哦 那肯定是出不来的 因为你看这是不是遇到Return了 遇到Return之后的话 我们说是不是整个都跳出了 对吧 CtrlX我给他放到最下方啊 CtrlV CtrlS保存 然后走 有没有出来的啊 你看是不是 一个是通过我们的构造函数进行传猜 一个是通过我们的成员函数来进行传猜啊 这两种啊 用哪一个都可以啊 用哪一个都可以啊 这是最后给大家说构造函数的一个总结和我们成员变量啊 是放在一起的啊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